树林乡公所办理重阳节敬老金发放活动 从9月30号开始发放 树林乡长王玫瑰社会客长 吕爱美与村长田文才和村干事 接往部落长者家中 发送90岁的长者重阳敬老礼金 同时也询问家中的状况 可以直接向关怀访试员反应协助 树林乡长王玫瑰也预祝部落长者们 重阳节快乐 树林乡公所办理重阳敬老礼金发放活动 并且在110年9月30号开始发放 树林乡长王玫瑰也握着长者的手中 同时也预祝大家重阳节快乐 其实每年的重阳节 针对80岁以上的老人 我都希望能够自己 再有时间尽量的配合 发放时间能够到我们一户的老人家去看看 其实我所谓去看看 亲自来自证他们这些重阳节的礼金 除了要发放礼金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真正的目的就是 希望能够看到我们老人家居住的环境也好 还有生活上的需求也好 那我可以适时的及时交代我们的村干事 或是我们的那个村长或关怀员 一起来协助我们哥哥家庭 老人的家庭的整个生活状况 需要被照顾的可以及时来协助 我想这是我亲自到我们各家庭户 老人家庭户其实真正的目的 其实在108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已经有 我们部落关怀员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那我们希望每一个部落关怀员 都能够了解我们部落里面 各个家庭户的需求 那这次重阳节主要我是针对老人 那因为我真的非常重视老人的整个生活 因为毕竟有的 比如说有的孩子没有跟他们居住的 独居老人的 还是孩子都已经不在世上的等等 有太多的因素 我想再实际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 我们其实这几年这样机制下来 我们各个家庭遇到困难 或是说急需帮忙 其实我们的关怀员都会在第一时间 调查他们的需求状况之后 会连结我们外面的基金会 或说社府团体一起来协助 那当然公所这里呢 最重要就是调查的这个结果 它是很实在的 而且我们希望把各界的爱心 都能够实质落实的 就是来协助我们的贫富家庭 虚伟下长欧美哥表示 静老尊贤是每位族群都有的文化 虚伟下公所特别在重养静老节 发放静老礼金 就是期望透过重养静老金的发放活动 让部落主人们能够理解 虚伟下公所敬重长者的重要性 欧美哥表示 108年3月以来 建制部落关怀访试员 要完成关怀访试加户 并且成功转介许多个案 期待面向的社府政策 能够与相信一同来打造社府无视角的幸福秀灵 重养静老已经在各村村办公处发放时间 从9月34号陆续发放65岁长者 尽情符合重养静老金的乡民们 前往各村村办公处来领取 别让自己的权益睡着了 记得喜欢我们的小小报导